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模拟考断考的时候很喜欢考中问题 他说如图几 质量就为M的VC两球 并排在光滑的水平面上 质量是2M的A球以初速V 正面碰撞V球 假设所有的碰撞借为弹性碰撞 这ABC三球的末数比到底是多少 各位您先看懂这个题目 质量是2M的A 去撞怎么样 去撞质量M M的VC两球 那你怎么算 这碰撞完以后 它的末数比到底多少呢 好也许呢 这个题目你会有一个想法 老师那我就简单嘛 我就假设说 A后来的速度叫Va' Bc后来的速度呢 叫Vb'Vc' 那我就列一次动量手横 立权的手横 那这样我就可以解出来啦 各位如果你这样做 那一定是解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呢 你有三颗球 就等于有三个末数 也就是有三个位置数 可是你却只能够列出 整个一维方向的动量手横 跟动能手横 所以你两个方式 根本就解不出三个位置数啊 所以怎么办呢 解这个题目呢 它有一个小技巧 这技巧就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你应该要把Vc 视为分开一小段距离 分开一小段距离 好 原来这个Vc是不是靠在一起 好 你把怎么样 你把Vc分开一点点 所以这个题目呢 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想成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叫做A撞V 那V撞C 那Vc是不是质量相等 各位 Vc质量相等 我们前面讲 质量相等输入交换 所以一旦V去撞C以后 V静止而C弹出去 各位你再仔细提问一次 A撞V 然后V的去撞C Vc质量相等 等V撞C V静止C 就会以什么样 以刚刚V的速度弹出去 好 这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A再怎么样 A再撞V 那V再弹出去 这个题目呢 必须要利用怎么样 必须要利用这个方法来做 就是A撞V V撞C 然后V静止C弹出 然后A再撞V第二次 那当然有人会担心一件事 老师 那A去撞V 那会不会怎么样 会不会说 V跑的撞完以后速度比较小 那A速度会比较大 再A撞撞撞撞撞撞撞 会不会 不会 我们前面在讲弹性碰撞的时候 在进阶思考的里面 我已经论证过一件事情 A如果去撞V的话 各位 第一个物体去撞第二个物体的话 撞完以后 第二个物体的速度 一定比第一个物体数来得大 各位你要这样想 它的速度比较大 这样才会撞到嘛 对不对 如果呢 它跑得慢 它跑得快 那怎么撞得到呢 对不对 那撞到以后 它的速度一定比第一个物体 要来得快 其实就是利用我们前面讲的 接近速度等于分离速度的概念 V1既然大于V2 那就表示V2'一定也会大于V1' 好 这个我们前面进阶思考已经提过了 所以我想我们这样算 在概念上 在计算上是没有问题 但你会说老师 VC原来根本就要粘在一起 你为什么现在要把VC 这分开一小段距离呢 好 各位 这个碰撞嘛 对不对 我们这个考虑一点点 这个实际的状况 也就是说V去撞C的时候 对不对 V撞C的时候 那基本上VC不可能百分之百 是所谓的钢体 所以A去撞V 对不对 那这需要一点时间 那V呢去撞C 那V弹出去 那基本上 你去撞的时候 就好像两颗网球 这样互相碰撞的时候 它挤压 其实也是会有所谓形变这个问题 好 所以如果是现实上的话 这碰撞不可能百分之百 好 都是怎么样 都是钢体 所以它有一个碰撞的这个过程 所以呢 这个A撞V V撞C 这个V禁止C探出去 这都需要一点怎么样 一点时间 好 来 所以呢 我们想通这件事情后 来 开始算吧 那A撞V A撞V 那A化的速度多少呢 好 各位直接写 2M加M 分之V 那看到自己的速度 用自己的质量 减在别人的质量 那V的话呢 2M加M 对不对 好 看到别人的速度 两倍别人的速度 这个算出来三分之一V 这个算出来三分之四V 来 我说过 你可以利用怎么样 利用接近速度 V0减0 分离速度呢 三分之四V 减掉三分之一V 也是V 接近速度等于分离速度 那我们觉得这样算出来呢 好 这个答案的可信度 就会比较高 那因为V去撞C 那V C质量相等速度交换 所以V就把它的速度给了C 所以我知道C 后来的速度就是这个 各位 C后来的速度就是这个 好 那现在V又怎么样 V又禁止了 对不对 而且我们刚刚讲 撞完以后 V又跑得怎么样 因为V又跑得比A还要快 所以呢 A会再撞V第二次 所以A撞V 在V再弹出 所以再撞第二次 那一样2M加M 好 乘上呢 这个A呢 现在速度只剩下三分之一V 因为A撞完以后 它的速度呢 只有多少 只有三分之一V 所以呢 现在呢 这个看到自己的速度 一样自己减掉别人 那对B来讲的话呢 好 看到别人的速度 那就是两倍别人 所以这里是三分之一 乘以三分之一V 九分之一V 这个VV'呢 就变九分之四V 好 那你也可以算一下 九分之四V 减掉九分之一V 等于九分之三 也就是三分之一V 这个词呢 三分之一V 减零也是三分之一V 确实接近速度 等于分离速度 这个题目要算ABC 这个三球 莫数比到底几比几 好 那我们把ABC呢 其实莫数都把它算出来了 A的速度九分之一V 好 B呢 这个后来速度是九分之四V 对不对 C的速度呢 就是刚刚B撞C B禁止 C弹出去 这质量相等 速度交换了这一个 好 叫三分之四V 好 那你把它化解一下 那我们呢 如果同乘以九倍V 消掉 那就是1 比4 比上12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 ABC 莫数的比 到底有多少 好 这个题目呢 算是在模拟考 学校考试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在段考里面 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我刚刚讲 必须要把 V跟C呢 分开一小段距离 那用两次 这一维弹性碰撞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算出来 咯 咯 感谢观看